大年初三 男子手拿啞鈴握把 盯著某處看 接著往巷口走過去 沒過多久 傳來爭執 撞擊 發出巨響 富人跑出來一看 男子才罷休回家 但富人的丈夫已經被打得頭破血流 男子倒在路中 渾身血陷入昏迷 被打的就是獄警當地70歲領長 初三晚上被鄰居痛 因為我閃不過來 我去講一下 我就不知道 人家開始要照拍我看 人家要照拍 他就說 要給你死 要給你死 鄰居血未退 額頭 太陽水 耳朵 眼睛充滿血塊 住院三天 家屬氣炸了 怒控五十五歲 蘇醒鄰居 預謀犯案是不定時炸彈 二零二二年就曾遭對方恐嚇 他在兩三年前我就一直注意 看到我就是有種敵意 所以他很抱歉 就是畢竟我們打的人就是不對 他們家就是一直認為就是我哥哥很有問題 裝著監視器二十四小時監視我家 動粗的蘇醒男子長期在家工作 過去精神狀況沒有異常 但目前已經被家人送到療養院治療 平日並無交集 亦無糾紛 本案發生攻擊 本局深入調查中 鄰居之間長期積怨 大年初三 見邪衝突 男子拿啞鈴痛歐臨長 被以殺人未遂 恐嚇傷害罪提告 三列新聞網 邵宇 慧珊談得不到